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上次我們講了苦力怕的歷史之後 留言回覆最多的 就是要我們講 控制感的歷史 想不到這根控制感 有這麼多人想聽欸 我們就來講講 控制感的歷史 控制感被加入到minecraft呢 是在α版的1.0.1的時候就加入了 當時紅石跟一些紅石火把 按鈕踏板一起被加入到minecraft裡面 這些東西加入到minecraft 控制感也是其中一個 不過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當時的紅石不叫紅石 那個以後我們紅石的歷史再說好了 然後踏板也改過配方 那個按鈕也增加更改一些配方了 唯有控制感 從來沒有改變 從古早版誕生之初到現在 控制感就是這樣合成 都沒有改變過 你現在怎麼和控制感 以前就是那樣合成的 現在能玩到最早的α版 就是1.0.4啊 控制感就是長這樣子 它會隨機放置在地上 它不會有一定的規則 不會說你放下去 它就朝哪個方向 不會 然後材質呢 就是跟 石頭是什麼材質 它就是什麼材質 如果你對控制感的材質 有一些疑問的 歡迎可以去看 我們石頭的歷史 石頭變更材質 它就變更材質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這時候 還不能把控制感 放在石頭的下方 我剛才點了它下方嘛 結果它放到這裡了 可以放在側邊和上面 可是不能放在下方 所以就只有5個面可以放 到了正式版1.3.1的時候 控制感可以放在下方了 不過它的方向 還是隨便亂來有沒有 想轉哪裡就轉哪裡 很隨性欸 沒有說會固定一個方向啦 到了1.5之後 紅石改版 控制感 終於定序了 它可以乖乖的 照你想擺的角度放上去 以前的控制感會隨便亂飄嘛 現在 站在什麼角度 就可以擺在什麼角度 到了1.11的時候 控制感除了又合成的 還可以在森林大宅裡面 找到控制感 這個就是傳說中 森林大宅的控制感 自由生成 這是 保訪吧 欸裡面真的有關人欸 我的天啊 控制感 控制感為什麼要來這邊拿 自己合成就好了嗎 這麼辛苦幹嘛 到了1.13的時候 撥控制感 會有 紅石效果 就像這個粒子效果 撥控制感 會有粒子效果 其實秋風早在正式版1.2的時候 然後就把控制感 作為我的幸運服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解謎遊戲很多 都是用控制感 當作破關的關鍵 就是你要找到控制感 當作鑰匙 去解開某些謎團 所以你找到控制感 相當於 你就破關了欸 所以 控制感的妙用 大家知道嗎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會 拜拜